过别两年大型月饼展销会热闹的回归 受访的业者表示 今年的规模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由于竞争激烈 商家纷纷推出吸金产品的合举办促销来刺激买气 来看记者蔡可涵报道 叶安城高岛屋举办本地最大型的月饼展销会 防疫措施放宽 民众可在现场试吃 一些摊位更吸引了不少顾客光顾 很开心 看到很热闹 又可以试嘛 对不对 所以觉得很好 我感觉到有比往年贵一点 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价格都有起 奖都要买一年一次而已 今年有超过50个国内外品牌参与展销会 生意是非常的竞争 因为突然间由去年的10多20个品牌 到现在有60多个品牌 去年是完全没有折扣 不过今年比如说我们做买试送衣 因为这两天也是疫情进一步的 解封就是会有很多的客人带着全家 好像老人啊 家里的孩子啊 有些也是没有戴口罩的 然后很多人是要希望可以试吃 赤马路观音堂佛祖庙一带的街道 也举办中秋市集 有业者一口气租下五个档口 售卖灯笼和传统食品 但业者说市集没有疫情之前热闹 因为东西都是很占价啦 所以说是卖少一点啦 而且这些柚子或原也是很少 也有摊主透露租金同过去相比上涨了20% 不过前往观音堂的人潮多 相信有助推动买气 卖树的叶饼会比较多啦 因为观音堂他们通常都是买树饼啦 我们的叶饼稍微起了一点啦 10%这样 赤马路中秋市集将一直举办到 这个月11号